牛奶糖做杏仁薄片 所以你有準備一些杏仁片 對 杏仁片 然後麵包就是要準備一些就對了 那就是把牛奶糖放入微波裡面 微波一下 要先微波牛奶糖 對 先微波一下 會不會有點像太妃糖的那個醬 有 真的啊 牛奶糖就是太妃糖醬 真的嗎 自己可以在家裡面 就這樣做太妃糖醬 那不是有一種 就是焦糖馬七朵 是不是我們這樣微波這個東西 然後給它澆在咖啡上 可以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的咖啡是冰咖啡的話 那個糖會一點 會一點 可能有另外一種趣味吧 對 可能會有咬的 哐哐哐那種感覺 對 是是是 轉眼之間咱們太妃了 一分鐘 就融化掉了 那我們就可以拌一些杏仁片 OK 然後抹在麵包上面 所以這個麵包要先塗一點什麼 塗一點奶油 奶油 奶油 法國麵包 對 那你就抹在麵包上面 要不要再烤過 要烤 要烤五分鐘 辣妹做的就是這樣 對不對 先吃吃看 它就是很像那種高級的法式點心 烤五分鐘就可以了 它真的還滿香的 滿香的 就可以給小朋友當點心吃 他會說媽媽妳居然會做法國餅乾 對 當然因為我吃到那個牛奶糖的味道 好開心喔 可是整個牛奶糖的口感完全不一樣 因為有點脆脆的 脆脆的 對 因為它會被更濃縮的 我們首先來複習一下杏仁撥片的做法 首先將牛奶糖微波一分鐘融化 再放入杏仁片攪拌 最後抹在麵包上面烤個五分鐘 一道結合發濕的甜點就完成了 然後接下來一道是沙奇碼 我們用棉花糖然後做成沙奇碼 配這個 這是玉米片 變成沙奇碼 這個是完全的夢幻食品 對啊 就是把所有的夢幻元素都放在一起 我覺得最夢幻的是這一坨奶油 好狠喔 這一坨這麼大 還好吧 還好吧 算少了 對啊 做點心來講這樣算很少了 OK 我覺得 那我們也是拿去微波一下 這樣也微波 對 我覺得這個相對來說 我覺得還滿營養健康的 對 相對來說熱量應該是比較便宜 這個也可以帶到辦公室 當那個午後電視 對 哇 真的好漂亮 看起來 你看看真的很夢幻 對 融化之後呢 我們就把 它真的融化 對 好像奶油喔 對啊 硬性發泡 而且它會砍溪 對 砍溪 很多人就覺得那樣看起來好幸福感 對 男朋友來的時候 熱量也滿高 我們真的以為是突一高級 那我們就可以把玉米片 拌進去 好 那葡萄乾待會再加了 葡萄乾也要放進去 也要再加 對 增加口感 拌勻就可以了 這還滿詭異的 也很簡單 原來用那個 棉花糖也可以做 對 它就是一個黏著劑啊 把所有的材料 食材全部拌勻 這還滿有創意的喔 又很簡單 有時候這個脆片 就是只能早餐加牛奶 對啊 是有點無聊 也是一個新的變化 所以它脆片可以換其他的 也可以 股片都可以 佳穎 我想知道一下 這是 這是妳自己想出來 還是妳在網路上啊 或是從哪裡 朋友這樣 我試看書上面 我就覺得說還滿特別的 那我就自己做 我就覺得很好吃啊 就不一定要在外面買 那剛剛那個可樂書 也可以放進去嗎 然後就準備一個容器 容器把它放進去 定型就對了 對 定型 把它定型 這個棉花糖跟奶油 大概比例是多少 這跟這本麵香 有異曲同一種 奶油是要塞那個東西嗎 奶油是50公克 然後棉花糖差不多150公克 3比1 對 所以還要擠壓一下 擠壓一下 才會扎實一點 對 所以這樣可以做到一半 對啊 它冷了就會完全… 凝固 然後就可以切塊 好 所以各位看一下 這就是它的成品 就會變這樣 這個 滿特別的 要吃吃看 滿好點子 我覺得滿好吃的耶 所以已經快吃完了 對 棉花糖這樣吃 好好吃喔 因為有時候你吃棉花糖 你會覺得太甜 太甜 對 然後加上這個對不對 對 而且這個會飽耶 吃了就飽 對 吃了會飽 因為其實你還是在吃骨片 對 這樣是有非人是在我們怕胖的心理 就有點像我們那個 減肥的時候在吃那種 土片 有… 對 能量棒 對 棉花糖刷起碼這麼好吃 趕快來複習做法 首先把棉花糖跟奶油 3比1的比例微波融化 接著放入玉米片還有葡萄乾 最後放入保鮮盒壓平定型 放涼之後切塊就完成囉 好 繼續就是千千帶來的 對 從彼岸好不好 對 彼岸 海峽的另一方 大家喜歡的不太一樣 好 來看一下這什麼東西 其實這些呢 是我乾爸他去新疆工作嘛 然後從那邊給我帶 給我寄過來的剛果 這誰吃的洞啊 沒有 你可以咬咬看 它其實你嚼下去的時候 它不會很硬 很硬耶 不會很硬 年輕人牙口比較好 硬嗎 硬嗎 硬啦 你不要咬它 是紙嗎 對 你不要咬它邊邊 對 你咬中間的地方 你看它只能啃一下皮啦 它就是皮啊 就只能吃皮 你到底放幾年了 沒有 這個是可以吃這個 這感覺是好像那個 樓欄女士在新疆沙漠風化的東西 什麼啊 因為新疆那邊乾貨都是很有名的 這到底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那種杏 你不要咬到糊 對 你不要咬到糊 我沒有咬到糊 不要咬到它裡面的那個 我在旁邊 是在旁邊啊 好乾喔 可是你要嚼... 嚼到後面它那個味道就很香 親愛的大陸同胞 非常可愛 來 各位要不要嘗一下 你們就能夠了解我在講什麼 咬吃皮啊 是啊 我以為我剛好拿到盒 怎麼這麼硬 對 就是可以吃外面那個皮 我不太能分辨 我拿到的到底是 這邊這個是無花果 這邊這個是杏 這是杏嗎 對 杏很好吃耶 很好吃 味道很棒 其實咬了咬得還滿有 而且你知道 這麼用力咬 你的食慾都已經沒了 會臨時不會吃那麼多 對 其實你只要到比較 中國大陸西部去啊 陝西那一帶啊 超多這種東西的 對 其實在北京這些東西 我們也不是很常吃 那這個東西其實都是在 西北那些地方 才會有的 這個 就我剛剛吃的那個杏嘛對不對 對 然後這個是無花果 無花果 這是比較軟的 對 也都是版 他們那邊生產的就對了 對 這我們這裡就不見了 沒見到 那這個就是 這個呢是 就是 這個核桃 杏仁 對 然後它有胡桃乾 不是 你杏仁很小顆耶 對 你們的杏好 杏仁好小顆喔 這個 是新疆的啦 新疆 不是我們的 真的要跟你們不同國是嗎 是 但是很遠啦 這傢伙 好 這個也是常吃的 這個是 應該是叫 然後 還是叫什麼的 是這樣子 有工具 然後這樣子 對 給它這樣刻開 對 然後裡面 它還長這樣喔 這就是那個蝦鮪魚那個 蝦鮪魚 對 火山豆 對 那接下來呢 你看 接下來就是 我很喜歡吃的這個麵包 那這個麵包 這看起來是芝麻麵包嘛 對 然後用這個麵包來蘸這個 優酪乳來吃 這個很好吃 對 我們叫酸奶 這個餅乾也是這樣吃嗎 餅乾 這是蔥油 蔥油餅乾 對 就是台灣這邊常見的 那種新鮮的 很愛吃小時候 對 蘇打餅 對 但是就這麼簡單嗎 就這麼樸素嗎 他們不太吃零食啊 我很愛吃零食 沒有啊 可是今天就是想拿來一些 比較特別的 對 是跟我們拚是不是 拚 拚了 拚了 好好玩喔 對 就是那個感覺還滿新鮮的 很好吃 就是既剛才蘸巧克力之後 又一個讓人驚喜的 又要蘸著吃 從今天從蘸開水 蘸巧克力到蘸蒜奶 對 真的 我因為很久沒吃這個東西 如果光吃這個會有點酥有點油 對 它那個優酪乳的酸啊 平衡掉它了 而且會提味 然後麵包蘸優酪乳 我也是頭一次吃 可以吃吃看 還不爛耶 還不爛耶 真的不錯吃 真的不錯吃 真的不錯吃喔 好嗎 好 原諒你這個帶五年前的那個 火山豆來 不是五年前 是一年前 太好了 但是呢 這個 看這個這麼樸素的版本呢 陳妍希老師要反攻啦 到底陳妍希老師帶來的是什麼 頂級頂嘴 讓現場驚呼連連 想吃也吃不到的超高級小湯果 廣告後馬上登場